豪蒙雕刻大师陈冯显的维雕技艺 名声远播 甚至曾经受到土耳其艺术家邀约 完成一系列精致的米雕作品 展现卓越的雕刻技巧 这次创作包括了将土耳其总统 艺术家的肖像 还有著名的圣索菲亚清真寺 画在小小的米粒上 作品细致入围 他邀约了我做土耳其的人物 建筑物还有他们土耳其的诗词 那这一些呢 让他感动台湾的物 可以把他们土耳其国家的精神文化 把它呈现出来 陈冯显的米雕作品 每一件都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要在只有几毫米大小的米粒上 精确地刻画出细腻的线条和文字 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透过这次合作 更再次成功展现了艺术五国家的精神 立足台湾 放映在全世界 三十几年前我的作品就到过 美洲 欧洲 还有俄罗斯 日本 还有香港 还有我们的那个对岸的大陆 我非常多的所谓的邀约 那这代表了我的努力 有获得很多的肯定 陈冯显强调 这不仅仅是一次雕刻技术的呈现 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机会 让世界了解维雕技艺的独特魅力 他也期盼能够向世界传递台湾的艺术价值 为台湾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开创更多可能性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